都不休,血流于也 我统一天下,就是要制止兵戈 让百姓安居乐业 怎么能再重蹈覆辙 秦帝国,以郡县制,取代分封制 这是一次极其重要的制度创新 秦始皇嬴政在这件事上 他的眼光甚至超越了他的时代 他建立起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君主制国家 这种封建王朝制度的基本框架 一直贯穿中国封建社会史中 沿用了两千多年 秦在中华史上最重要的意义 就在于结束了一个时代 开始了一个时代 结束的那个时代 我称之为邦国时代 开始的那个时代 我称之为帝国时代 帝国制度是一个天下 一个天子 一个国家 一个元首 天下一统 这种制度是秦开始的 这个时代也是秦才时代 百代皆行秦政治 在秦始皇地灵博物院里 珍藏着一枚秦两兆铜权 铜权是秦代一种横器 标定当时的已金标准重量 约为金田二百五十三颗 铜权上可由秦始皇二十六年 统一渡量横的招书 这件铜方生 是全国通用的标准量器 在当时 如果有人私自改变它的容量 将会被依法称出 春秋战国时期 韩赵 魏楚 燕齐等国 是用本国货币 仰式奇特 混乱不易 给跨地区的商品交易 带来了巨大不便 秦始皇下令 将秦国铜权推行全国 他以半两为标准单位 原形方口 这种铜权便于携带 不易磨损 成为此后 中国古典货币的基本样式 2000年10月 考古人员在秦始皇陵 风土西南角 发现了一处立藏坑 发掘出八件桃涌 他们身穿长袍 头戴板冠 袖手而立 神情恭敬 人称袖手纹理用 在他们右侧腰带部分 悬挂着底石和桃靴 底石是磨刀用的工具 桃靴则是刮出 剪毒用的刀具 专家推测 这些桃用 应该是一定级别的 文职官员 如果皇帝有什么质疑 他们会马上拿出竹简 记载下来 如果写错 就会用随身携带的桃靴 刮掉重写 秦国官吏 当时书写的字体叫小传 但是统一之前 各国字体结构就容易 同一个马字 就有多种写法 不仅影响思想文化的交流 也影响中央政令的顺利下达 因此秦始皇规定 小传为全国统一文字 最主要的是文字是什么 文字是一种符号 它可以说是一个民族的徽章 心灵的徽章 它可以说是一个国家的图头 印度文化 这个由于是多种文字 最后 印度在孔雀王朝 覆灭之后 慢慢的衰落 埃及文化的消失 跟它的文字有关系 所以中华文化能保存 如果没有文字 怎么保存 这个所有的古代典籍 我们如果看不懂 我们的文化怎么穿着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伊犁王九 新疆荣耀 1978年6月 考古工作者在秦始皇陵 风土西侧二十米处 发现一处大型陪葬坑 坑内一前一后 放置梁圣大型才会通车马 因年代久远 两胜车都破碎成 三千多块碎片 经过转家八年的精心修复 两车终于完整如初地 再现出当年的瑰丽风子 通车马大小 约为真人真马的一半 一号通车马为力车 产筑 一号通车马 转家 林建志 三千多年 一号通车马 金组 山